准备好了 好我们现在会先来欢迎 苗苗市场 你好 怎么会有人来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 我的天啊 你们不去哪里逛街啊 怎么会浪费时间来我这个 签数会这样 有吓到吗 都有一点耶 而且高雄也太热了吧 我的天啊 怎么这么热跟曼谷太一样了呢 所以你们很习惯这种天气 没有 你知道我们从台北下来的时候是大风大雨 对啊 不光台风一样 对啊 真的很可怕 高雄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什么好吃的 麦当劳 麦当劳 好谢谢 瑞凤夜市 什么东西啊 夜市 算了不得了 那你们之前有来过高雄吗 有耶 之前有来演那个舞台剧 哦 那我们要去 我以前 我现在是舞台剧演员喔 哈哈哈 建议宣传一下 对我有很多那个头衔 高雄演过 对不对 高雄演过 现场有没有人看过明星养老院的朋友 哇 也不知道 谢谢你 哈哈哈 然后表示还有很多空间 对 我们呃 帮延安预告一下明星养老院呢 4月即将在台中歌剧院 谢谢 哈哈哈 8月即将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 所以 看起来还有很多人还有机会 到台中跟台北来看延安的演出 就这么小带他来看我 哈哈哈 我觉得很 就是替他当心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不行我不要演过正说 想接着来 啊我的书嘛 对啊 来介绍一下 不会认同才与众不同嘛 其实这本书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的一些生命经验 跟我的 我碰到的一些事情 都领悟到的一些 人生哲学跟态度 对不对 其实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啊 我们现在的人类啊 是被那个二次元的对立 晃得死死的 你知道吗 就是啊你们知道 呃胖的对立是什么 瘦对不对 那呃漂亮的对立是 丑 对不对 可是其实人是灰色的嘛 我们很知道这件事 其实这个世界他已经 那个二次元的对立已经搞 就应该被打破了 所以 然后在这个社会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东西 叫做大众审美标准嘛 就搞得好像 一些没有打到 大众审美标准的人 就是应该被淘汰的人 可是其实好像也不是啊 对不对 因为确实 如果大家都打到 那个大家所谓的标准的话 大家都长得一样漂亮的话 大家都长得一样好看 一样高的话 那其实大家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后来 我的一些经历跟经历告诉我说 我的不一样 我的不合群 我的不被接受 因为你看 我的 我也是一个胖子嘛 那大众审美 一直在批判胖子啊 然后我的性别细致 也是大众审美所谓的 普通的异性恋 也没有打 也没有也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可是 那我跟你们一样的话 那你们水过都去死好了 只有一个人就好了 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自主 我跟你们不一样 就代表说 我有存在的价值 那这就是我的本书 的整个架构 对而且 我觉得 现在是后 后现代社会了嘛 那我们对于一些形容时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不需要 不要 对他有任何的解释跟表现了 你要怎么解 解读 任何的形容时 真的是完全 由我们自己去决定嘛 那 当我觉得我自己 看清楚自己的样貌的时候啊 我确实是一个胖子 可是胖子只是 形容我的这种身材而已 他不是贬义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我主要是一个 第二 这些形容时 这些 不 被认同 或者没有达到审美标准 的一项东西 其实 他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他是让你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的存在 对所以 这本书就出来了 然后 最重要一个原因是我想赚钱 哈哈哈哈 你觉得这样有 有满意吗 还可以就是一人买三分哦 然后就是 快要心灵解了嘛 可以拿去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其实这本书的内容啊 真的是写很多 整个目前的生生命历程 嗯 那你也说过其实很多家里面的事啊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哪一篇 或是哪一个内容 当初 要在写的时候是有点挣扎 或是觉得啊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哎 因为我觉得 其实当当我 我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啊 我觉得当你自己认清自己的样貌的时候 因为我我是相信自我认同的建构 他是要经过自己去思考啊 自己去 留见自己自己的过往 自己碰到什么事情自己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经过不断的去思考 你才知道说到底 现在的经济是怎么来的嘛 所以当我已经 说我透了自己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他是好 他是不好 他是我开心 他是我不开心的事情 可是这些事情 在我的生命当中 这些人我碰过的 或者一些我讨厌的人 他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 现在的一些 做自己的态度啊 一些生活的价值观啊 世界观等等 所以 其实 这本书 其实有被说 被说过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 自己的 感觉是很隐私的事情 可是我会觉得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 他不是隐私啊 因为我已经不觉得 他是一个 不能讲出来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确实是因为 当我认清自己的时候 其实一件事情 他 你们不觉得他可能 在以往的经验当中 他是一个 我可能会很不开心的走过来嘛 可是 我当我已经 活到现在的时候 那些事情 他就只是一个 曾经发生过 过在我的神秘体验当中而已 那 就没有所谓的 哪一天 我不想讲的 我很犹豫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 因为 因为我确实觉得 像这样一天 人都觉得性爱 是一种 隐私 不该讲 可是对我来说 性爱不是 那么隐私的事情啊 因为我 我确实也想做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吸引起 对 快解锋了快解锋了 要打疫苗吗 对啊 等那个疫苗 然后就是 算了 反正又回归了泰国 哈哈哈 那有机会去日本呢 当然了 哈哈哈 记得有看了吗 哈 我没有问 哈哈哈 可是可是我 我觉得就是 我非常欢迎大家 批判我的立场啊 去挑战我的立场 然后教出你们自己的 解读法 是因为我真的 我 我觉得我是拿跟冲啊 哈哈哈 我根本没有就是 全力去提倡任何东西啊 我没有要 我没有 我没办法去改变你们的世界 或者你们所属的环境 所以 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 你在看的时候 你要批判他 或是批判他去角度自己的生活方 现在是 我觉得对你们是最好的解读方法 所以 娘娘虽然说她的书可以盖泡面 然后 金明节到了可以拿来销 但是其实也是 呃包含她整个生命命程哦 我帮大家看完 看了一下 后续再拿去盖泡面 或是做别的用途 那其实我们今天 活动前有稍微聊了一下 就是说 希望把很多的时间 留给各个读者们 跟她 能够有机会面对面 所以我们要赶快 进行我们下一个流程了 今天我们有提供现场买书的朋友 有抽奖的机会 那有三名 三名有抽到 拍立得的朋友 在现场 对不对 今天是我拍拍 当然是跟你拍啊 会 谁会想要我的照片 我的妈 哈哈哈哈 来来来 请赶快出力好吗 诶 真的大家不想拍哦 对啊 谁会想要我的照片 哈哈哈哈 老师吗 那 来 我们请第一位先来 好了 老师吗 来 先来 第二号 第二号先好了 嗨 色色吗 哈哈哈哈 真的色色 1 2 3 1 2 3 1 4 1 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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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你以为都是午饭的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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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